好 首先有请就是4号王怡然 请你先走到台前 假如你们代表香港 参加绿色环保论坛 今年论坛的主题就是 如何推动人类减少塑胶污染 现在到你发言 有一分钟时间 开始 好 听到这个问题 我真的想到我的中学老师 跟我说 教育和性格和性格 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认为教育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 我们需要 提醒一下这个问题 给所有人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有些人还不相信 现在还不相信 global warming is a real thing 我觉得 首先大家要 realize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就是要put it in the law 我们要用rubrick 提醒大家要多用自己的 环保的餐具 环保袋 去supermarket的时候 也要自己带一个袋子 就像我自己用foodpanda 也不会用一尺线的 谢谢 关键四号 王怡然 现在我们就看看 Evelyn又会怎么回答 有请的Evelyn 各位好 要推动减少塑胶污染 首先必须要由源头做起 教育大众意识到塑胶物料的危害 当我们去超市购物 我们能不能带到自己的环保袋 而不是用胶袋呢 其次 我们应该推动科研部门研究 和开发更多 可以取代塑胶的环保材料 最后 还要加强塑胶物料回收 和资源再利用 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行动 谢谢大家 谢谢Evelyn 以及谢谢你的四号 接下来我们要请10号 陈佩琪 请大家到台前,谢谢你 假如你参加世界旅游发展论坛 主题是如何推动夜市的发展 你有一分钟时间,开始 如果要推广夜市的发展 我当然会请教一下陈振斌博士 因为他曾经推广过的潮州节 我认为可以帮助香港推动夜市 那我就会做一个香港节 我就可以在这个节日里面 去推广香港的地道小食 那就可以介绍世界各地的人 这个夜市去试试香港的食物 另一位我会请教的就是黄英伟博士 因为他成功将澳门打造成一个不夜城 当然是可以将这个夜市在香港推广下去 谢谢你 谢谢你 那我们听听Evelyn又会怎么回答呢 各位好 首先,我认为夜市不单是一种买卖的市场 更加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例如,我们可以在夜市 引入更多当地特色的美食和商品 让类客可以更加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另外,我们可以运用科技提升夜市的吸引力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尖端的VR或AR技术 让游客在购物的同时 可以体验更多趣味的互动 希望我们可以将夜市 发展成为城市的骄傲 多谢大家 跟你的答案都很相似 谢谢Evelyn,谢谢10号 接着有请15号,庄子说 假如你参加人工智能论坛 主题是人工智能如何解决长者生活问题 你有一分钟时间,请开始 说起长者,我们就会想起他们的健康 没错,长者的确需要更多的医疗协助 我觉得人工智能 可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健康状况 例如有些用药提醒 或者有些餐饮建议等等 而另一方面,社交方面 其实老人家更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 可以作为他们的好朋友 跟他们聊聊天 记住他们喜欢什么 可以解决,令他们不要那么孤独 不过我觉得人工智能 虽然可以解决他们生活的情况 但是处于发展中的阶段 不如我们每个人踏前一步 去关心身边的老人家 就像今年港姐的slogan一样 Hello,Mr.Hong Kong 我们向世界打招呼 同时,世界都可以以Hello,Elderly 跟我们打招呼 做到内外兼备的关心,谢谢 说得非常好,15号 不如我们看看Evonne又会怎么回答 有请 各位好 一个急速发展的城市 长者人口也逐渐增加 人工智能在这个方面 可以充当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帮助照顾长者 舒缓社会的护脑压力 透过人工智能技术 例如智能家居 或者护理机械人 可以帮助长者日常活动 例如提醒药物的服用时间 或者作为陪伴 让长者在晚年都能享受 温兴舒适的生活 所以,我认为人工智能 不单只是科技的发展 更加是慈善的延伸 感谢大家 两位都说得很好 谢谢Evonne 也谢谢15号 好,接下来 我们有请16号佳麗 郭沛文,请到台前 假如你参加世界妇女论坛 主题是如何提升世界各地女性地位 你有一分钟时间,你可以开始了 是,其实可能有一个很久很久留 有一个黑白印象 就是女人应该留在家里 照顾家人 但是现在2023年 女性都有自己可以选择的权力 就像我们这帮女性 这么勇敢地参加香港小姐竞选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方面 社会都可以帮助到这些女性 去达到她们想做的事 譬如她们如果有家人照顾小朋友 或者老人家的话 可以建立多些台所或者养老院 可以照顾到她们家人 让她们可以放下这个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去达到一个社会的一些成就 谢谢 和我家有点不同 我家是男生留在我家 谢谢郭博文 那我们听一下Avelyn的答案 各位好 提升女性地位不单只是一个理想 更加是一个串力以赴的目标 我们可以由教育做起 令所有女性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因为教育是成功的基石 另外,创建一个平等的工作环境 也同样重要 让每一个女性都能在工作场所 获得公平的待遇 最后,我们需要改变社会对女性的 黑板印象 令每当提起成功者 大家想到的五局限系男性 也会想起一位坚强的女性 多谢大家 两位的答案都很好 谢谢Yvonne,谢谢郭博文 现在有请最后一位佳麗 17号,王敏慈 假如你参加动物权益论坛 主题是如何推动宠物权益 你需要一分钟时间,可以开始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 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我自己也会养充物 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 要提升公共知识 用大众和所有人都知道 保护动物的重要性 而且也要加强一些法律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一些 虚拟犯罪 还有,有些人都不选择 虚拟犯那些虚拟犯 还有,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些 虚拟犯的宠物的宠物 的宠物的宠物基金 因为大家都知道 用宠物其实是很贵的 如果他们病了 所以有这些宠物基金 其实宠物去看病的时候 都要便宜一些 还有也要保重一些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做到自己的部分 去保护我们身边的小动物 观艺、尊重 和和它们一起好好地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答得非常好 头头是道 现在又听Evonne怎么说 各位好 其实人和动物都是共生在地球 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 要推动宠物权益 首先需要加强教育 令大家明白宠物并不是回物 其次,我们应该要完善相关法律 确保每一只宠物 都能得到合理的保护 最后,我们还可以设立 宠物权益巡查队 随时随地为宠物发声和维权 保护宠物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一个责任 希望我们将一份爱传递开去 谢谢大家 谢谢Evonne 不,谢谢17号 好了,下一节目回来 紧张刺激了 究竟谁是冠、贵、冠 我们稍后回来就会揭晓